接下來我們就知道說第一個已經放classOK啦 當然以後如果那個特徵越明顯 那當然越沒問題 通常我會先驗證就是Ctrl F Ctrl F確定是這個H4 那我就抓中間的中文名稱 所以如果我剛剛這個寫完之後 這個類別名稱OK之後的話 那理論上第二個欄位 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把這幾行有沒有 總共有245行有沒有 這個是取得我要的那一些東西 把它放在div這個變數名稱 然後再給欄位名稱 再去把資料全部用跑個回圈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如果你要抓H4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把它貼上之後改一下 那改哪些呢 第一個就是說 我就把後面這個 本來是getElementByClassName 那我就改成什麼 getElementByTechName 所以那getElement的話呢 就是用那個什麼 用H4 這個名稱嘛 然後呢 取得的話呢 會有非常多 記得前面的那個變數名稱也要改一下 不能用div 那我用H4好了 那名稱可能 今天還是不要衝突 然後他這個在B1的儲存格 改一個叫什麼 H叫中文名稱好了 那類別名稱把它改成叫中文好了 輸出一個 他的那個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好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把 這一個 H4裡面的所有 總共有71個嘛 然後分別怎麼樣 跑個回圈 通通都 當然啦 我前面有用forH的方式寫 或者forI等於這個0到多少 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啦 看各位的自己習慣 如果你覺得這個寫法 你比較習慣 你剛才以後就寫這個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寫forH 二選一喔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它輸出到B欄 所以這邊改一個B 然後這邊的話 div改一個H4 好 應該中文名稱就OK了 試一下好了 理論上應該這樣跑應該沒問題吧 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所以以後 甚至這個都可以拿來當成一個類似的範本 有沒有 所以 反正先把原始碼抓下來嘛 然後看你要抓的是TagName 還是ClassName 還是ID 然後呢 就把層次寫出來 看有幾個 跑個回圈輸出 輸出到你要的位置 即便它不是表格 你也一樣可以輸出成表格 沒問題啊 反正這個回圈自己會幫我跑出來 看一下 B欄 啊 又打錯了 By什麼 ByTagName才對 所以這裡的話 我看一下 我選 應該是 點 By什麼 啊 選錯了 有沒有 上面有個ByName 它還有一個ByTagName OK 所以你會 它ByName就抓不到了 所以記得喔 這個打錯了 把它改一下 H4 好 這樣的話應該OK了 ByTagName 這個注意一下 執行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這邊總共Ctrl向下 有一樣71個嘛 然後最後的話呢 一樣把那個C欄給抓下 C的話呢 同樣的方法啦 所以我這邊比較快的把它帶一下 按右鍵 檢查一下 它的標籤呢 就Small 欸 Small看一下 所以我不確定這個Small 是不是會跟別的地方重複 所以我一樣把這個名稱 Ctrl F 然後到這邊找一下 是不是71 如果Small是71的話 那表示這個名稱應該也沒問題 那就用Small好了 所以喔 這個 等於是有點像什麼 套範本 這幾行有沒有 總共24 5行Ctrl C 有沒有 然後我只要改 改的方法其實基本上一樣 反而更簡單 那它的變數名稱的話呢 乾脆叫Small好了 脫欄一下 OK 直接怎麼樣 把這邊改成 Small 然後 其實理論上 這個地方改 然後 應該這個要改 這邊要改 所以總共有1,2,3 四個地方要改 然後這個不用改 再來的話就是它的欄位名稱 把它改成英文名稱 這邊改一下 英文 好 應該OK了吧 還有一個地方 這邊要改成C 應該看得懂吧 所以寫程式就是要怎麼講 一定要學會複製貼上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改的地方一定要改正確 所以每個地方一定要都知道 不能漏掉 好 那這樣應該OK了吧 英文名稱 如果假設你擔心還是會錯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這邊設個中斷點 然後在跑的時候 按F8 一下一行一行慢慢跑 那比較能夠抓到那個錯的地方 最後我會加一個AutoFeed 自動調整一下欄寬 有沒有Colents 點AutoFeed 然後就自動幫我調一下 執行一下 然後這個OK 那這邊英文名稱輸出 然後底下我想應該有 輸出幾個應該OK 沒問題 那就直接怎麼樣 把它跑完 這邊就OK AutoFeed自動調整欄寬 做完之後的話 那理論上這邊再加個按鈕 反正這個是錦上添花 不加其實也沒關係 只是說這個按鈕會亂跑 所以我剛剛 我特別把那個控制項這邊 把它大小位置不隨除成改變 然後這個時候你按一下它 它就重抓了 其實還蠻順的 所以以後假設你的工作 本來是要不斷複製貼上 然後每天都要做很多事情 一個爬蟲 事情就解決了 不是又輕鬆愉快嗎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把這個網頁給抓下來 當然如果你假設這個做完之後 你覺得這個太簡單的話 不妨你可以試試看 底下這邊不是有Links 如果我要抓這個的話 而且這裡面的話還有超連結 你要把超連結順便抓下來的話 不妨可以試試看 抓這個 或者是抓這個 假設我今天想要把這個電話抓下來的話 那要怎麼做 試試看 所以以後反正你就多練習 只要網頁你想看到東西都可以抓下來的話 那以後說真的 也應該不太會有太大的問題 就去爬資料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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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直到 辉角 我